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到处看来 看去都是很招摇的 那种肤浅的 喧哗的那种颜色特别多 第二是直芒 就是对材质 对材料 我们对于什么那种 就是塑胶布 对于什么那种很亮的东西特别喜欢 就是常常是大理石配着一个 镀金或者镀铜镀银的不锈钢 我也觉得这种东西可能会搭配在一起 就它对于质感 哪些质感跟哪些质感相称 我们其实对这件事情不太讲究 那行芒指的就是指说 我们对行不太讲究 所以就是有各式各样的 不准确不精确的部分 李芒指的就是我们认为 审美只是一种直觉 可是事实上它很多时候 是可以被规格化 规则化 理性化 而且就是让它 就是我们找到一些美学的依据 让它才可以更发展下去 若只是靠直觉 每一次它都是不可测的 那心芒的问题最大了 就是简单的讲 就是我觉得 其实在审美的时候 大部分时候我们审美要 要美化一件事情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它丑去掉就好 不是在添加东西 可是我们看到就是 华人现在因为 整个那个市场很景气 生活变得很好 我们不停在加东西 就越加越多 越加越大 那我非常受不了 就是特别是量体大的建筑物 它如果在过度的自我招摇 其实是不道德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 一共大楼 当你量体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不但是为你自己漂亮 而且你要非常收敛 因为你同时是别的建筑物的背景 你不但要自己漂亮 你还要别人因为你而漂亮 而不是你自己在那 非常招摇 奇形怪状的 就代表漂亮 这种我都觉得它是一个心芒的关系 城市它不只是人的环境 也是人的作品 这是我的信仰跟信念 我一直觉得就是 一个文化真的就 这个世界可以产生出很多精彩的人 自然有精彩的文化 你有精彩的文化 就自然有精彩的城市 它真的不是用量体来那个 这个值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来自于人的各种感觉 那何为精彩 丰盛的人格多元包容 串性超越 我只介绍人文精神就好了 其实人文精神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其实我每一个人都有渴望的东西 那有些东西它是比较接近本能的 接近利益的东西 这也是一个价值 但是当我们愿意为了其他的价值 而牺牲掉比较接近本能的这些价值的时候 就代表我们有人文精神 我们为了环保而牺牲掉什么东西 我们为了个性而牺牲掉什么东西 我们为了路质而牺牲掉什么东西 我们愿意就是为了一些比较 就是内省的价值 而牺牲掉比较本能的渴望跟欲望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社会有人文精神 那我觉得一个城市 最美的事情是一定要具备这一点的 就像人一样没有完美的城市 但一定有最适合你 或者让人家恋恋不忘的城市 谢谢大家